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NS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的存储的实现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开启我们安卓存储关于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好,我们先以一张图表的形式来给大家带入什么叫做数据库 我们的数据,为什么会有能放进数据库当中 大家很直观的能理解,我们数据的持久化保存呢 一般它可以把它保存成文件 文件里面保存着我们的一些数据信息 当然也可以保存成我们的一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些信息 你比如我们这里面呢,给大家描述的是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顾名思义,它就是保存数据的一个仓库,对吧 而在我们数据库当中呢,一般都会有一张一张的表 这些表当中保存着我们的一些数据 而你比如我们这个表有可能叫做student表 比如我们下一个表呢,有可能又叫做person表 这样等等的一些表结构 每张表当中保存着我们的一些信息 而表中的信息呢,又是以每一行代表一条字段来呈现的 那OK,本节课呢,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桌面当中有一个messageDB 我呢通过一个软件来操作咱们这个messageDB 那么这个软件名称叫做circlelightexport 我呢已经给大家打开了 这个是一个针对数据库操作的一个可视化界面 我们在下集课当中会给大家着重介绍 好,我们把在桌面上的这个数据库对象 也就是.db对象给大家导入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都含了一个Android metadata 也就是我们Android原数据的一些信息 我们今天呢就是在数据库当中怎么去创建表 以及针对表的一些操作 以辅助我们接下来针对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OK,我在之前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操作 咱们以这种形式呢来给大家做一些演示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去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刚刚了解了在数据库当中存在的一些的表 所以我们得先有一张一张的表 比如我们如果想要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去创建表 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Message数据库 那么我在Message当中创建表结构 大家来到我们Circle这一栏当中 我们可以执行一系列的Circle语据 同样的这个Data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每张表当中到底存在哪些数据 那我们第一个操作创建表 下面呢我给大家描述的是创建表 你所使用的一个Circle的模板 比如我们使用字段Create叫做创建 Table跟上我们当前的表名 后面跟上你在这个表当中有哪些字段 以及某个字段的类型 它就可以帮你创建一张表出来 好我们尝试着验证一下 比如我现在想去创建 所以我先写上CreateTable 如果我们想要创建Student这个表 我们给定的表名就为Student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跟上的是字段名称以及字段类型 这里面的字段可以有很多个 所以我就先给大家写上几个 比如我们-ID Intender 在我们表当中针对ID的话 预防来说我们ID都是微信的 我们给它定义成Intender类型 然后PrimaryKit 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个又叫做我们的一个主件约束 主件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打开了一个表的约束 是之前给大家来总结过的 这里面有NOT9不能为空 以及UNIQ不能重复 主件咱们又把它称之为PrimaryKit 主件呢 其实就是我们UNIQ以及NOT9 这两个极端约束的一个重叠 好 这些内容呢 作为大家课下的一个了解 我呢先把这条语句先给大家写出来 PrimaryKit 然后我们给定主件 一般来说这个组件都可能给它设置成自增长 也就是说我们不控制这个ID 我们随着数据的往里面插入呢 让它自己去增长 然后呢 我再给定一个字段 比如我们叫做NAME字段 我们给定它为WARCHAR 大家可以理解 之前我们的X类型是一个字符 而WARCHAR呢 叫做可变字符 你比如 我给定20的长度 如果给定X类型 那么无论这个字段到底能不能占有20个的长度 我们都会给它开辟20个的空间 但是WARCHAR的数据类型 你比如我们只占有10个 那我们就只给它开辟10个的空间 好 我们定义WARCHAR数据类型 并且给定NOT9 非空 那我给定这个非空约束 如果我们插入了CEO空值呢 这里面有可能就会给我们报错 好 给定NOT9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插入一个A字 我们给定INT数据类型 同样我们再给定真的 性别 咱们也给定WARCHAR数据类型 不过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给定两个的长度即可 同样 最后我们给定CHAR WARCHAR数据类型 我们给它11个的长度 OK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Circle数据 我们呢 让它执行一下 下面有我们Excue的Circle 去执行Circl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Message数据库当中 就多了一张Student的表 而Data当中呢 它其实已经有了我们一系列字段 这说明我们的表已经创建成功了 当然大家可以在这个Design当中 找到我们当前表的一些设计 你比如我们给定的大小 我们给定的主件约束 我们给定的非空约束 等等等等一些信息 好 那么创建表之后呢 我们需要往里面去扔几条数据 那我们就给它做一些添加的操作 我们可以为所有的字段进行复制 如果我们想要去插入一条数据的话 那么 比如 我们想往这个Student的表当中 去插一条数据 那么我们要给定内容 Age,Gender以及Tel 我们可以给定InsertInto 跟上表明 跟上Values 这里面是一些字段列表 表示我们插入的是全部的字段 也可以指定InsertInto 表明 后面跟上我们字段的列表 这样的话 你需要插入哪些字段 你只给定哪些字段即可 好 我们来到Circle当中 我们把这条Circle也给大家来写一下 InsertInto 咱们的表明Student 好 我们给定Values 这里面呢 就相当于我们不指定某些列 直接全部进行插入 比如我们给定 当前的ID值为1 而我们需要插入一条数据 比如我插入章3 大家要注意 这里面你如果想要插入的是一个字段类型 我们默认使用单引号进行保存 大家要注意咱们这个中英文符号的一种切换 好 我们给定叉的年龄为20 以及他的一个性别 我们给定男 好 Tel呢 我们也给定一个字段 你比如我们给他10086 好 这条Circle数据呢 我们给他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Data当中 我们已经插入了ID为1 章3 20 Name 以及Tel 10086 这样的话 我们这条数据就已经保存在我们的 Student这个表当中了 当然 大家还可以指定我们到底需要插入哪些字段 比如我们只保存个别的字段 不设置组件 默认是支撑 那么其他的值默认都是空 我们也可以给定一些内容 比如我们给定insert into student 好 你比如我们只插入一个name 而让这个name呢 我们给他values 比如我们就叫里斯 那这个Circle数据 又能不能执行呢 我们executeCircle 执行一下 在Data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name为里斯 ID值它是自增长 所以我们没有操作ID 它也可以自增长 其他的值呢 都是空值 相当于只是保存个别字段 进行的一个插入操作 说完插入之后呢 我们站在里面来说一下更新 如果我们想要去更新一个字段 又该怎么去操作呢 你比如我们现在在Data当中 有一个ID为2 它叫里斯 那么我们把里斯 也就是我们主件为2这个人 性别设置为男 年龄设置为21 我们把这条数据进行下修改 那我们这条数据又该怎么去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表操作当中 如果我们想更改一条记录 我们是update跟上表名 set一个字段名等于新的值 字段名等于新的值 你如果想更改多条字段 咱们可以用逗号进行格开 where呢跟上我们的一个选择条件 好 我们仿照这条格式呢 咱们来写一下 update 跟上我们sqdnt student这张表 然后set 我们把gender 设置为男 同样逗号 age呢 我们设置为21 跟上我们的一个条件 where -id 我们给定为2 好 这就是我们一条circle语句 我们把这条circle呢 也可以来执行一下 好 大家来看一下data 这里面的age和gender 就已经进行了操作 好 这就是我们针对这个修改 进行的一个操作 当然咱们还可以在原来的值基础上 做一些修改 比如我们直接跟上表名 设置我们当前的一个字段 进行 加减称图一些操作 好 我们把这条语句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我们将咱们这个数据库当中 所有人的年龄都加1 那这个语句呢 我们就是 a data student set age 等于age加1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没执行之前 当前的age都是20 以及21 那么这条语句 我们在执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data 变成了21 22 这就是我们针对一个字段 进行的操作 那么接下来 比如我们这里面 有更新某几条记录 update表明 set某个字段等于新的值 will主件等于谁 all字段等于谁 而更新某几条记录呢 这个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 all字段 一种是in字段 那你比如 我们把数据当中 主件为1 或者主件为3的人 联系方式 稍制为10010 好 我们把这个circle 也来写一下 update student set 这些东西都不变 我们跟上tel 等于 10010 will 我们给上 goid 等于1 goid 等于3 好 我们执行下circle 来到data当中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10010 已经改变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 并没有3的id字段 它的一种写法呢 也可以写成 goid 1等于1 逗号3 中间呢 我们把1和3呢 用小括号连接起来 当然这个等号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in 来进行承接 好 你比如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再给它改回成 18000 好 我们把这个数据运行一下 execute circle 来到data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tile也能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进行了修改之后 怎么去删除一条数据呢 这里面有比较简单 大家 这里面有delete brown 表明跟上where的一个条件 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些删除 ok 那我们给大家检视一下 做一个操作 我们删除主件为1的这个人的信息 也就是我们把章3这条数据删除掉 好 delete from student where -id 等于1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条circle理解其实蛮简单的 我们执行一下 在data当中 我们的-id就已经没有了 同样如果你要想清除所有的数据呢 我们就直接不跟上well几句 直接delete from more student 我们执行一下 它就可以把我们数据库所有的操作都给它清除掉 那么同样 删除操作呢 我们演示完之后 大家咱们还可以插询一下当前表中的所有数据 那么基于我们现在数据库当中已经没有数据了 那么我们先用insert语句 先往数据库当中增加一些数据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定了一系列的circle 我们把它们也来执行一下 好 执行完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个data当中已经有数据了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一下 查询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查询演示哪些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如果想要查询这张表当中的所有数据 你比如我们查询我们studata表当中所有数据 跟上的是select新 新表是全部 from跟上我们表的一个名字 好 select新 from当前我们这个studata这个表 好 其他的数据呢 我们不需要跟了 也就是说我们那些vr子句呢 做一些筛选条件呢 我们也不需要写 来我们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下方 我们从3id一直查询到9 而在我们数据库当中 我们也是从3到9 如果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呢 他也可以给你查询出来 好 这是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查询操作 除了查询我们表当中的所有数据呢 我们还可以查询表中所有人的名称 单独去查一列 你比如 我们想把这个name 表当中的所有名称都查询出来 我们该怎么办 select name from当前我们这个表 student这个表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单独的去做到查询一条数据 我们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name呢就已经被我们全部查询出来了 OK 如果我们想要去查询 并且还有一些规范化的条件呢 比如我们想要查询出来一系列的name 但是呢我们需要按照当前的age进行一下声序排列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 selectname from当前的这个student的这张表 并且orderby orderby表示排序的意思 我们跟上当前的age 并且跟上asc asc 咱们把它叫做声序 好 我们执行一下评课询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张三张三丰 李四 是一种声序操作 可以看一下张三是20 张三丰也是20 李四呢是21 接下来就是我们王五马六填七 好 正好就是我们查询出来这些数据 同样 如果我们想要去查询 在我们数据库当中 某条字段的一系列信息 我们也可以单独针对某条信息进行查询 比如select新 from当前我们的student这张表 where 跟上一些条件筛选语句 name等于 比如我们给定张三 那么它就相当于 把我们当前张三的所有数据 都给它查询出来 我们执行一下circl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张三20男1010086 这些字段都已经查询出来了 如果我们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有这些字段呢 我们可以跟上name like like呢又表示模糊查询 不确定前面有多少呢 我们给定一个百分号 同样张三后面也不确定有多少 我们也给定一个百分号 好 我们执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张三丰后面的这些东西呢 也查询出来了 是因为我们后面这个百分号 表示一些模糊匹配 并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 当然 我们后面也可以跟上一个下滑线 这个下滑线表示占有一个字符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数据来执行一下 我们单独的张三丰就已经全部查询出来了 因为我后面给定了 要有一个站位符 好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查询操作 那么本节课呢 给大家说的是一个 针对数据库当中表的一些简单操作 当然 针对我们数据库的表 还有很多很多的操作 包括我在之前给大家列出来的一些表的约束 这里面呢 写的也比较详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我们用到了NOT9 但是我们没有用到UNIQ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到UNIQ 表示我们这个字段呢 在表中是不能重复的 唯一性字段 如果你插入的有这条字段的话 那么它就会给你插入错误 还有针对我们组件的一些约束 PrimaryK 大家下来也可以多看一下 那么本节课呢 给大家留了一个练习 就是熟悉 键表语句 以及 简单的 征删查改 等操作 这样的话会对我们后续 操作CircleLite数据库 我们用程序去操作CircleLite数据库 带来一些帮助 OK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操作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MAT学院更多精品课程